大家好,我是林斯碧孔医师 今天是5月5号 今天台湾单日确诊破3万 那最近 有些专家 或是我们指挥中心 为福布自己 其实都有对疫情做了一些 数理模型的推估 或是工位的推估等等 那这个推估当然不一定准 那可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像这一波的香港疫情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香港大学 其实有做一系列的 这个建模的推估 相对其实看起来还蛮准的 建模型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那可是我今天看 最新的为福布报告 大家可能在新闻上也有看到 那想想有解释 他们这个其实是用RT值 等于2的话来推估 那我度因此时 5月5号 我们刚破3万确诊 那他预估用2这样子去跑 那5月7号可能会到37,900例 那有一个Range 有一个上下值 低值可能是29,000高会到47,000 那到5月11号 那就是接近一周以后 那可能会到75,000 那最低是5,400,000 最高可能会上10,000 那阿中好像最近也有讲 大概到5,20 也许会到尖峰吧 那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推估 那可是这个推估 其实有一个问题 讲到这个推估里面考虑的只是R0值的话 RT值 用2就这样子 直接222这样算下去 其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怎么说呢 第一个 他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的 他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我说的瓶颈是 不是病毒受到传染的瓶颈 我说的是诊断的瓶颈 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 我们的这个PCR的量能 这14天左右吧 上上下下了 因为这次有假日效应 一定会上上下下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 那可是我看最多 大概一天可以做个7万多 那最低会到5万 上上下下 那我们今天阿中最新说法 说我们力量全开 可以做到一天22万 那最近的7日平均 还有单日 我看那个PCR的阳性率 7日平均已经破三成了 然后单日平均超过四成 这样子 这是全台湾平均 所以这跟我跟大家讲过 你确诊的高峰的数字 跟很多因素有关 就像今天早上 李明寅老师在广播 在广播 在广播他也有被问到 然后哎 那个指挥中心好像推大概520 会是高峰 然后高峰也许是 呃10万什么高推估低推估 大家都听过阿中讲了 然后李明寅老师其实就觉得 其实变数很大 当然非常多变数 哦 那比方说 其实今天有一个变数也发生了 就是我们已经把部分的人 呃可以让他快筛直接认定为确诊 哦 当然人数可能还不多 好 可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变数了 对吧 因为你多出了快筛 直接可以不用做PCR的量能 哦 那所以你这个整个确诊的量能就多了吗 多了那群人可以用快筛确诊 很多国家其实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是快筛也可以直接算确诊 那当然你整体可以抓出来的人 那就不一样哦 那个又可以更往上 可是万一你就是卡在一个每天你快筛 就是只能做这么多哦 阳性率越来越高 那所以你会到一个瓶颈 这是确诊的瓶颈 那所以你去看每一个国家的台面上最高 到的确诊数 你要考虑这些事情哦 他不一定有能力能冲到这么高了哦 像我就觉得相对来说 我们大概无法冲到韩国的相对人口 他最高曾经一天62万嘛 那相对于我们的人口可能是破30万 可是我不觉得我们有这种检验量能 实际上真正社会上已经多少人确诊 那是另外一回事哦 所以台面上跟实际上 那我很喜欢秀喜老师昨天到尾汉的广播说的一句话 我其实也很想跟大家强调 我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不要把这些没有诊断出来的人叫做黑术了 怎么说呢 防疫破口 黑术 隐形传染链 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清零时代的思维了 大家知道吗 不重要了 我们现在是在减害的阶段 走向与病毒共存的阶段 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轻症有效管理 假如有一些人 他其实就轻症 其实他也没有冲到医院来做PCR 然后他就自己好了 他在家里 那他也没有去传给别人 那或是他自己其实太忙不能看医生 各种理由 我不知道了 或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本来就有一定的无症状 无症状根本不知道要来检查废话 那这些人没有确诊出来 我们以前把它叫做隐形传染链 叫黑术 那在我们清零的时代 我们希望尽量把它抓出来 可现在不是了 我们现在要抓这些 有接触风险的人 然后抓这些有症状 社区有症状的人 快拆都不够用了 你觉得我们还有什么力气 或是什么必要去抓这些以前叫做黑术的人了 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有症状再处理 应该是现在的大原则 那当然假如你是接触一些比较脆弱的病人 那可能另当别论 你工作上你可能需要每天快筛 好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可是我觉得现在呢 就不需要再用黑术形容了 那甚至反正因为怎么讲呢 有效管理清症还有重症求清零 重症你是不太会漏掉的 重症会跑出来 重症会打119 重症会被送到医院 重症的那边要尽量减少 那里我们几乎不太会漏掉它的 这里才是重中之重 那外面的清症到底你抓到了多少 你有多少漏在外面 老实说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我现在还觉得黑术越多更好 怎么说呢 因为你现在把这些清症的人抓出来 无症状的人抓出来 其实就是搞死大家了 大家不觉得吗 你确诊了一个人 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要匡列 对吧 还是会有一定的匡列 我们还没完全放弃 3加4 然后呢 然后 现在还在讨论那个电子围离 要不要拿掉 然后我们现在在努力 用一些自主通报系统电子化 还在努力 那可是目前这个法定传染病系统的上传 还是非常麻烦 忙死前线的那么多人 然后安排这些人的居家照护 新北现在最多 手当其冲 我记得他们是不是说居家照护已经快8万人 然后居家隔离的好像是3万左右吧 加起来就是这么恐怖的数字 那所以 我反而觉得你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在磨合 我这几天在有话 我常常跟大家说 我们跟别的国家的问题是 因为别的国家这种染疫了 你就在家里自己好 那你第一个不要去冲医院 你是先问你的家庭医师 这种制度他们是行之有黏的 这个轻重症 分级医疗 不要大病 看大医院 小病还是看大医院 我们长期都是这样 我们没有做好分级医疗 那你去看长庚台大的门诊 跟急诊 其实都是可净性非常高 别的医院不是这样 别的国家不是这样 但是轻重症医疗 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你不能随便 你跑去 你太轻的症 跑去急诊 人家会拒绝你的 那他到大医院的门诊 你是要被转介的 所以他们人民早就养成了 就是不要轻易跑医院的 那跟台湾的习性 是完全相反 那当然国外可能也有 就是保险的问题 医疗费用很贵的问题 所以让他们无法轻易去就诊 这个我在美国的两年 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他们常常拖到很严重 才会去看病 没办法 看病太贵了 有保险都一样 好 这个东西是我们原本 很自豪的医疗的可进行 全民健保 大家都被照顾的很好 可是现在反而变成 我们走向 迎向这个奥米罗海啸的时候 的一个软肋了 别的国家早就这样子 人民是觉得很理所当然的 反正我有病 我知道我会自己好 吃些药 我就在家里就好了 我们可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我们民众需要再教育 那即使是在家里居家 照护也还是非常的被动 就是说怎么没有任何人来关怀我 没有人送什么东西来给我 然后就是等着要人家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我们的自主 自主防疫还需要教育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往高峰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磨的东西就是这个 要让民众习惯这件事 那当然行政上 医疗上要改进的当然还有很多嘛 大家都知道 那像什么 你要送防疫包 你要送快筛 可是目前看起来都是大大delay 都没有送得很快 这样子 那 人数还可能不到最高峰的时候 已经让大家忙成这样了 真的到高峰的时候还得了 那一定是崩溃 那所以我觉得我才跟你说 现在这个快筛其实也想买也买不太到 相对不足的时候 那这种其实在外面也没侦测到的黑数 秀希老师说我们应该把它叫做隐形的保护者 隐形的 就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跟大家解释过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听这个房间人会误以为说 新冠这个病无症状感染者 就是带着病毒 把罩到处传给别人 好 这个描述是对的 可是他传给别人 他并不是像代言者一样 他会一直带着病毒 他就从此一直在外面散病毒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两年来我 我发现蛮多人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有人到现在还是这样想 这些无症状感染者他也是有传染期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前四后五 那个病毒量最高的前四到后五 他大概有传染别人的机会 然后他也就克服了他的感染 产生了抗体 然后病毒量就降下来 他就没有传染力了 所以这种隐形传染力你是抓不深抓的 因为他是不停变不同的人 传来传去 大家看得懂 听得懂 不是某一群人他被感染 他就一直在那边散 有些人可能是这样想 不是这样的 那所以 其实休息老师说 反正这些人就是 这个隐形的那种一样 他也会记录我们 我们这次不是说大概可能要15%的人 自然感染之后 也许那个曲线才会往下降吗 他会算在那15%里 就是这个意思 隐形的保护者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用什么 我们有好多黑树在外面没诊断出来 我跟你讲 万一全部都去抓出来反而麻烦 有这么多人都要冲来急诊做PCR 风吹草动 大家都来做PCR 一点点流鼻水 我就冲去做PCR了 我们现在需要这样吗 显然应该是不太需要吧 那所以 我从今天开始 真的不希望大家再讲黑树两个字 可是我是拿根冲 然后 这个其实也有一件有趣的事 那今天早上 那今天早上在台北市议会有人问到柯市长黑树的事情 那我特别位置去算了一下 因为柯市长说黑树最高可能是多少 柯市长是说五倍 我们其实最近有一个国家正好有一个很好的资料可以告诉大家 你落在外面的没有确诊出来的所谓黑树大概是多少 我觉得每个国家可能都可以去算这个 那可是最近因为美国CDC他们公布了那他们的去做那个血清 血清的盛行率 那所以还有台面上他们已经确诊多少 那你其实就可以大概估出来 他大概已经多少人感染 然后没有真的被你确诊出来 可是他已经有抗体了 美国CDC最近公布了一个他们的血清盛行率 说他们实际上已经感染的人大概有58% 那这是用N抗体测的 然后核抗体 就是你要真正自然感染后你才会产生这个抗体 58蛮多的都已经接近六成了 那在这一波 Omicron就是去年12月 这一波Omicron wave之前其实只有34% 所以经过这个冬天他们多了24%的人在感染 不可谓不多吧 那儿童更夸张 儿童是从45%增加到75% 好那可是目前台面上美国确诊是多少呢 数字也是到了一个里程碑 台面上确诊是8308万 然后刚刚跨过100万个死亡 哇真的蛮多的 致死率就是一点多嘛 上次跟大家讲过 那8308万那占他们的总人口3.3亿 只占了25% 只占了四分之一 所以你看 25%台面确诊 然后他们实际验血清血已经到58%去了 所以这个是2.32倍 所以他们的黑数 就是就是那20多percent 是正台面上确诊的2.32倍 那你知道美国的PCR其实相对做的是没有那么多的 相对于什么新加坡英国韩国这种国家 以人口比来算 他相对做的不算多 那所以美国这个状态 他的黑数2.32倍 好我要跟你讲 这个黑数应该是低估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测的是N抗体 可是这个N抗体其实是会消退 这个其实看英国的资料也知道 我今天有跟何美香老师讲 随着时间过去N抗体可能会消退 那罗夫不是也有跟大家讲吗 我们原本测这些阴阳人的判定 有说要N抗体阳性才可以 可是他发现有一些人的N抗体会测不到 大家记得吧 所以N抗体没有不代表一定没有 所以N抗体这个也是低估 所以呢 美国的黑数2.32倍起跳 OK 一定应该是更高 好这给大家参考 那所以这个柯P今天回答说是 我们的黑数会不会是5倍了 我就大家自己判断 我不置可否 我不知道 因为那要看我们的最后 然后筛减量能 那个你看PCI阳性率会高到多高 那就是漏在外面可能有多高 可是这大概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算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几位老师 对于这个接下来疫情的一些预估 那包括了陈秀琪老师是昨天上伟汉的广播 他有讲一个预估 他他还算蛮有把握的 他说啊 接下来大概1.5 1.5个月左右 应该疫情就会往下坡走 他说在一个半月恢复正常生活 疫情会转去地方性流感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个感染人数只要达到六七成 问题就能解开 请注意老师说这个六七成是指 包括 我们刚说那个黑数 包括了那个 就台面上你可能是15%20% 可是实际上 没有抓出来的人可能也这么多 那有更多 他说感染人数达到六七成问题就能解开 他估计这个时程不会超过一个半月 那台湾疫情高峰就会下降 结束大流行的状况 所谓的结束其实就是变成转去地方性的流感 那国外正在走向族群免疫 国内现在也正要走这条路 应该鼓励无症状 轻症 得了康复就好 也不用居隔这么长时间 匡列这么多人 严重影响大家的正常工作 毕竟这些轻症者没多久就康复 跟中重症是不一样的 应该把量能 医疗量能留给这些中重症者 那秀希就提到 希望大家不要再说黑数了 黑数就是未被列为确诊的感染者 这些人可能是因为打过疫苗 也可能是年轻力状 被感染却无症状 或是症状及轻微 他们自然不会去检测 也不会变成确诊者被你抓到 那所以秀希老师昨天就说 他觉得是一个半月 从高峰就会开始往下降 你注意他的这个预测 从现在开始一个半月 那其实大概就是到六月底 七月吧 就会开始往下降 那这个 这个是老师的预测 那有另外一个 李秀希老师的预测 他是早上上那个广播 那我详细去听了他的说法 我其实跟觉得跟秀希老师的说法 没有太乍听 你可能觉得差很多 可是我解释给大家听 李秀希老师说 他说这个高峰 我们现在说高峰 可是他说高峰可能会持续三到五个月 而且一次高峰出现 不是就此天下太平 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有另一个高峰出现 那最严重的情况其实还没有出现 台湾不能排除一天可能会出现 几十个死亡案例的可能 那老师是用国外的疫情对过来啦 就国外假如那样的确诊率 然后那样子的发生死亡的案例 他好像主要是对韩国吧 我来逐字稿念给大家听好了 那他说达到高峰后 维持三到五个月才下降 好我跟你讲 有些媒体这样写 可是我去听逐字 就是老师的广播 他不是这样讲的 他是说维持三到五个月 然后才降回原本的 原本的就是那个程度 所以我一开始看我也误会了 我就说 这个高峰怎么可能维持三到五个月 没有国家是这样走的 可是听老师的意思 他应该是一波上来 大家懂吗 那就是那整个山丘 整个山下来到完全已经走完了 那叫一个坡 一个高峰 他不是讲高峰会维持多久 我觉得会让人误会 维持在最高的时候 不可能停在那太久的 我跟大家讲过 看国外的 这个经过阿美孔的这一波 大家在停在高峰的时间 顶多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然后就会往下降 所以大家听懂吗 乍听一下这两个老师讲的不一样 可是其实好像差不多 秀希说的是在高峰 那个程度 大概一个半月就会往下降 那可是老师 这个李明老师说是整个 这一波走完 大概要三到五个月 那的确是没错 大家自己去看嘛 大家看香港应该印象很深刻嘛 是农历过年开始变严重 日本韩国都是国历的过年 过来就开始变严重 那现在其实他们也没有降到哪里去 对吧 香港是降得很低 可是日韩其实都还有一定 所以照李明老师的讲 其实的确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 没有错嘛 好 那老师说转折点何时出现 你真的到那个高峰的时候 你当然不是第二天 第三天看他往下降 你就说已经往下降了 不会是这样的啦 老师说要拿着远远的看 你才能看到一个趋势 所以到了一个高点 然后看他是不是真的下来的时候 可能还要观察个一周左右了 那老师说 这个不是过了高峰 就是天下太平 过一段时间 可能又会有一个次高峰出现了 又有一波高峰 他说这个病毒可能是一阵一阵来 我觉得有一点类似日本前几年经历的 他们已经第六波了 就一波一波的然后下去了 他可能又会再来这样 那可是他觉得 这个每一波来的时候 他当然可能人数都会比较少 然后会越来越那个 不会威胁到我们 只是他说每一波可能都会造成 一定可观的重症跟死亡人数这样 那他觉得新冠病毒 不会在一两年内消失 即使解封也会保留一些隔离 跟防疫的措施 好这是李明老师的预估 那我自己看 像我今天都常常被问到 关于这些预估的问题 那我自己怎么看的 我觉得其实真的有蛮多变数的 像是我今天就秀了一个手板 就是每一个国家这一波 Omicron他们是怎么走的 首先就是假如是上去的快的国家 就会下来的比较快 比方说大家可以去看到韩国 跟香港 他们就是像一个尖塔一样 上去快 然后下来的相对就比别的国家快 我想那个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做到压平曲线 他们很快的就噼里啪啦感染完 在很短的时间内冲到最高峰 这个叫做长痛不如短痛 可是问题是那个痛 那个短痛真的很痛啊 那个短痛就是那个尖峰会让你医疗崩溃 撑不住 香港比较严重 然后韩国可能相对还好 他有撑住 那可是问题是你去看韩国的死亡 数 死亡人数还是高的 虽然他很自豪于自己医疗有撑住 他致死率压得很低 OK 那可是问题是那样的死亡人数 还是相对绝对人数是高的 那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那当然他相对就下来的比较慢 比较快对不起 那可是假如大家看这样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像纽西兰跟新加坡一样上来的比较慢 然后也许在高峰就会维持一阵子 像丘陵一样 然后最后慢慢下来的这条路 压平区限的代价就是你整体 那个这一波疫情会压的比较的比较久 那如同那个何美翔老师今天有说 对啊 我跟他观察一样 像日本 日本应该算是压平区限压的最最久的 那他就在2月1号其实就上去了 可是他就下来的非常非常的慢 即使到现在他才终于好像在某些地方 PCR阳性率已经下30可以见到二字头了 可是还是很多 那可是他已经不怕了 他已经过了这波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个医疗 那个我看他们现在的住院率啊 重症率啊 其实都极低 已经几乎对医疗不会造成什么特别的危害了 所以日本现在进入黄金州 大家都在国内旅游 对啊 那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下来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跟你压平区限与否有关 我觉得看台湾的区限现在偏向是有压平的状态 今天何美翔老师也有秀给大家看嘛 因为你跟别的国家那个起来的区限比 我们的确是相对比较平的 不是这样坐坐电梯直线上升 我们是有压过的 看起来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下来也会比较慢的 那全部走完这整个坡 也许如同李彬英老师说的 我还蛮同意的 也许就是三到五个月 这是看别的国家是这样的 没有错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 这个维持在高点会盘旋一阵子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跟大家说 检验量能的问题 因为假如你的PCR很多 量能非常充足 你台面上就会抓出更多案例 对吧 那不然你可能就会卡在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天花板在那 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未来会不会开放 快筛 羊就直接算确诊 因为快筛量能 比较便宜嘛 相对便宜 然后量能可以马上扩充 所以你又台面上又可以确诊很多人 所以那个也是个变数之一 那我不确定我们最后什么时候会采取这一步 大概是终究会做了 只是什么时候做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因素 除了检验量能的因素之外 大家有发现我们其实县市是有差别的 很明显现在双北当然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你去看那个PCR阳性率也是最高的地方 期待明天星期五罗夫会跟我们更新这个各县市的 一个礼拜平均的PCR阳性率 上礼拜公布的时候真的差蛮多的 有些地方已经十几二十 可是像中南部像高雄我记得才二到三吧 差很多 那高雄前几天确诊破万了 那可是你知道每一个县市 他其实疫情的状态不一样 有些已经蛮严重的 盛行率应该蛮高的 可是像是台中以南 我觉得应该相对都还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是不同步的 那所以比方说假如双北先到高峰 然后往下走了 那可是才轮到别的县市 别的大都会 所以你这样总和看台湾的整个流行曲线 你就会在 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一阵子 那这是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台湾会在高点盘旋一阵子的原因 这样子 不同步的疫情 日本也何尝不是这样 日本其实也是都会跟地方其实差的蛮多的 好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话题是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最高峰 他会维持多久 可是我觉得重重之重还是重症 重症到底可不可以及时获得医疗资源 药物可以及时开到这些有重症风险因子的人上 然后不会因为确诊越来越多影响到很多周边的医疗量能的东西 比方说打119 打119能不能每一个严重的病患都可以及时送到医院 这个在像东京都看过嘛 那那个当医院实在有一点这个非常捉襟见肘的时候 他甚至是119接到人 然后他根本大概20分钟内没有办法决定要送到哪里去 这个东京都发生过嘛 别国都发生过嘛 那我们要希望不要走到那么严重的状态 那那个医疗量能的维护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临时必孔医师的新冠病毒讨论会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话 欢迎你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或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评价 后也可以留言 五星好像每天都可以留哦 希望大家当我的总子教师 推广正确的新冠卫教 以科学防疫不要只以恐惧防疫 行有余虑的话 欢迎您赞助临时必孔医师喝杯咖啡 让我可以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继续分享知识 努力做正确的新冠相关味教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孔医师分享的新冠疫情相关资讯 或是临时必发的日本旅游资讯 欢迎你加入脸书上的日本自助旅游中读者粉丝专页 那或是我也有LINE的官方账号 或是Telegram 那这些连结都在Podcast的前面的 我的电子名片里面 可以在一个页面就看到我所有的发声管道 都欢迎您加入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